簡略說明一下 好,謝謝志文議員 那麼原來水利署是把 這個三峽英哥 這個南河宴以上的地方 大安溪流域啊 它要保持原貌 那完全沒辦法利用 那如果河川治理線公告後 那麼影響非常的深遠 那後來水務局跟水利署溝通 那麼因為我們在進行 大安溪流域的整個河川整治 以及有河岸的規劃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讓大安溪流域的 尤其是我們桃園這一段 能夠有提案 那提案旁邊的高攤地 也能夠做適當的養護 能夠讓我們的河川 能夠管理的更好 那這套新的計畫 一方面兼顧到交通、治水 也兼顧到觀光的需求 那目前是由水務局委託顧問公司 正在規劃 那規劃完成後 我們會再跟水利署商量 那麼合理的治理線 該怎麼劃定 那我想如果這個河段 能夠適當的規劃 那將會解決包括像 我們的阪新淨水廠的取水問題 防汛道路的問題 以及從山林地區到大溪跟龍潭的交通問題 假設能夠有個提案道路 那這個提案道路將會取代原來的這些 像大陰路等等 那這樣的話可以讓我們的 這個大溪交通打結的問題 也可以獲得部分的疏解 所以它是一個多功能的計畫 那將來我們的石門水庫的淤泥 那麼不必遠載到台北港 那麼台北港也要在兩年之內 要落日不能再運送過去 那可以在就近找河川的高攤地來養護 就形成水庫跟河川的共生關係 所以這個計畫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很完整的規劃完畢後 跟水利署來討論 那水利署跟這個石河局如果同意的話 那將來我們的這個大安息的整治 桃園段的部分就可以進行 那我們水務局正在目前密集的 那什麼時候完成我請劉局長說明一下 好謝謝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得正 是不是可以請劉局長說一下 大概什麼時候完成報告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正在進行這個規劃 那我們預計是在106年5月的話 會有一個這個報告 那我們會把這個報告送國發會 國發會同意以後 那我們就可以來執行 好謝謝 那市長跟局長先稍微請坐 因為我們就目前看到大漢溪兩岸整體規劃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的大漢溪 這個大漢溪的順水右岸 是大漢溪的順水左岸 那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現在就剛才市長也有很詳盡的一個說明 針對大漢溪的整體規劃當中 我們看到了幾個重點 那現在目前來講 在這邊這幾個重點當中 那我在這邊還是要提醒一下 我們的市府團隊 我們地方目前對這幾個重點當中 有一些期待跟期許 提醒大家跟大家做一下意見溝通 第一個就是我們看到 我們的那個西州觀光服務中心 以及低碳的一個轉運站 基本上呢 這個在我們的那個 就在我們的石門水庫前面這個區塊 那這個區塊呢 在這個整個計畫當中 我們預定是做西州的一個觀光服務中心 跟低碳的一個轉運站 那這邊因為忍習之前在質詢的時候有提到說 因為地方喔 那邊西州地區屬於義和里 那那個區塊呢 又剛好因為交通的關係 那附近都沒有一個集會所 那在上次在質詢的時候呢 我想請問一下 民政局局長 就以這個目前來講 我們地方是希望說 在這個區塊 能夠加入一個集會所 那跟我們現在目前的那個官呂局嘛 你們現在在做一些亮點計畫 那這個計畫是在你們當中 我是希望說 是不是說兩個單位 能夠請聽我們地方的名義 叫我們的集會所能夠納入計畫當中 所以簡略說明一下 集會所要蓋當然就是 這塊土地一定可以規劃成為 可以建築這個集會場所 那如果排除它那個 所謂的水資水量保護區的限制 那不要有這樣的限制 我們當然會盡速地去規劃 因為我們現在地方 他們集會的場所 常常都要搭帳篷 然後在廟宇前面的廣場 真的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他們是希望說 藉由這一次的一個規劃當中 是不是可以把我們的集會所 也納入這一次的規劃 那上次也 那個我們鄭市長也非常支持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我是希望說 會後希望民政局跟我們那個 管理局能盡速地來做計劃上面的一個推動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進發局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地方的一個東竿產業 是我們的百年產業 對不對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當然工廠的營運的部分 那個是另外在說 那現在我是說 你有沒有一樣跟我們管理局 大家在跟當地的業者 大家做個溝通 是不是在這個部區當中 也循責一個適當的角落 來成立一個所謂的豆干博物館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管理局在恰嘆 跟這個做整合的這個工作 好 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豆干是我們的百年產業 我剛剛有提過 所以我是希望說 在這樣溝通當中 也要將我們的那個業者 包括我們地方的一些構想 跟那個想法也要納進來 大家一起來做討論 好 謝謝請坐 還有另外一個我們看到就是 之前到現在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所謂我們的 石門原水專管專用的一個 那個勾取 這個跟我們的防菌道路公共 這個部分來講 我想請水務局大概說明一下 有關於這個 石門的原水專管的部分 有關石門原水專管這一部分 因為現在從這個我們中庄橋橋池 到這個下游的這個原單院已經有了 那非我們現在做的話 想要做就是從上游的後職業 然後來專管到這個中庄橋橋這一段 那初步的這個費用大概是8.5億 是 所以現在目前來講這個計畫也正在推動當中 因為這個計畫為什麼我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這個計畫如果說 未來石門水庫的我們的原水專管 如果接通之後 對我們的土地有適當的一個 解邊的一個效應對不對 可以將我們的周邊的一個土地 可以更活絡的一個發展 所以我特別把這個也挑出來 那第三個 我們看到山珠湖園區 說實在的這個 之前這一塊地方 是幾乎大家都遺忘的一個地方 其實呢 裡面還有非常豐富的一個生態 我在這邊想要請問一下我們的環保局 這有關於生態的一個部分 環保生態的部分 我想對山珠湖園區 對周邊的生態大概了解多少 有去看過嗎 報告一座 這一部分是由水護局來推廣 我知道有水護局來主導 那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因為它整個有含著非常豐富的一個 一個豐富的一個生態 豐富的一個支援 我是希望說未來在開發的時候 針對一個環保的意向 我們也要加入進去 是 對不對 我們在跟環保期待一起 能夠好好的保留保存下來 好 謝謝 然後在這邊呢 我還是要提到就是我們的化合自行車道 化合自行車道的部分 當然就是交風局嘛 跟水護局 對 那現在呢 我們現在即將要設立一個 四個U-by的一個設立點 那跟我們的自行車道這邊 等於是說 未來都會有一些相關的 那因為我們之前都有規劃這個 化合的自行車道 所以呢再結合我們現在交通局所推動的U-by 所以未來這邊可以帶來一些相關的觀光效應 交通局你這邊有什麼看法 我想大溪地區是我們公共自行車設站的 佈置的重點之一 那麼因此呢 這四個站我們目前已經都在做線刊 對 那麼只要用地取得我們就立會設置 至於化合的自行車道部分 這個當然 因為自行車道部分是由這個路權機關來設置 基本上交通局會跟路權機關來做協調 好 謝謝 請坐 那還有最後一個就是大家都很關心的 就是有關於我們的那個防菌道路的部分 防菌道路的部分我在這邊想要請問一下我們的公務局 因為就您這個專業的領域來講 對於防菌道路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如何來去跟我們的水務局 甚至為我們的交通局這部分 單位來去做配合 來改善我們地方的一些交通的一個瓶頸的問題 謝謝陳議員 有關於這個透過這河川區域線化設 把防菌道路開闢來替代一些就是市區的交通 這個現在有剛才說過有三位的計畫在進行 後面到我們的如果定線以後 到我們手上是要做定線還有環評 然後做後面的工程規劃工作 這會在水務局的上位計畫定定以後我們來進行 謝謝 好謝謝 說真的喔 為什麼我會請這些所謂的相關的局處 來去回答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因為說實在的這一條河川之底線 真的是我們市長跟中央強力溝通之後 好不容易將我們的那個暫定 我們的河川之底線 能夠先不要納入我們的那個就是那個水利署的一個計畫內 所以呢相對的你們就責任就很重了 因為接下來的一些計畫 就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們大安西兩岸的一個整體計畫 好就可能有一些相單位 我是希望說你們能夠相輔相成 好大家來共同來去努力 來將我們的那個在土地的活絡利用之下 可以改善地方交通可住進整體觀光可提升經濟 所以說呢這個對我們地方的期許非常非常大 也對我們的桃園市的一個很多的一個建設都有一些連帶的關係 好我期許大家來共同努力好不好 好謝謝 好那第二個問題在這個問題之前喔 我這邊喔裡面有所有的單位 當然不包括市長兩位副市長 然後當然也不包括我們這一次的問題的主要的答覆者 就是我們的衛生局跟我們的那個消防局 那其他單位都在裡面 那我現在呢也不要說我用鐵名的方式 這樣好像覺得 所以我兩位就好 欸勞動局 想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周遭的人 如果有噎到的一個現象 你會做什麼樣的一個處置 急救的處置 是那個哈姆利克急救法 哈姆利克急救法 哈姆利克急救法 是 很好請坐 如果說當你遇到 遇到你周遭的人 有噎到的情形的時候 你會做什麼樣的一個急救處置 一樣是哈姆利克法 哈姆利克法 好大家對這個觀念都有 都有不錯的一個觀念 好社會局 一樣如果說當你周 你會用什麼樣的一個急救方式 一樣哈姆利克急救法 哈姆利克急救法 好 那我現在還有延續第二個問題 當你今天周遭的人發現 你周遭的人有噎到的現象 當然我們的處置就是哈姆利克法 對不對 但是如果它是呈現是貪軟的現象呢 那我現在就要問了 要問了 如果今天它是貪軟的現象 人是處 對 如果今天 你看到你周遭的人 他噎到了 但是他已經呈現是貪軟的現象 你覺得我們是不是要繼續 以哈姆利克法 來去做施救的一個動作 是還是不是沒有關係 就你的認知上 應該還是還有其他的方法 那你認為有什麼方法 呃 會不會是跟這個安妮的急救法有關係 安妮的急救法有關係 好 請坐 來財政局 好 是 一樣的問題 如果說周遭的人他噎到 但是他的目前來講 他的呈現是貪軟的部分 你會不會再繼續用哈姆利克法 來跟他施與急救呢 我是不會去記他是什麼法啦 我會趕快把它抱起來 然後看怎麼樣去把它掰 讓他能夠把它排出來這樣子 那你會用什麼樣 沒關係 你不知道什麼法 但是你會用什麼樣的動作好了 我會趕快把它抱出來 抱起來 因為我們一般帶小孩子也是這樣 他如果有狀況的話 我們趕快看 讓衣物能夠趕快出來的方式 這樣子喔 OK 好 謝謝請坐 幫幫我去 今天如一樣的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待會回答是非常重要的 跟對應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 你周遭的人他噎到 但是你當發現他的時候 他已經是呈現貪軟的部分 你會做怎麼樣的一個急救處置 一般的方式有像 部部的壓 部部的一個施壓的方式 或者是胸部的一個施壓的方式 來幫助他把這個衣物排除 那所以你是會選擇 腹部擠壓推壓推擠的方式 還是胸部推擠的方式 如果當他今天呈現的是貪軟的時候 胸部壓迫的方式 搓胸的方式 搓胸的方式 搓 壓胸的方式 對 壓胸的方式 好 旁邊有在跟你 坐在那個衛生局旁邊有一個好處 是 沒有錯 可以說悄悄話 是專業指導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先看一項影片 好不好 我們先看一個影片 五十年報一到 點植物人 西空院方 每座哈姆立克 你一定要站起來 我一定要你 我需要你 不知道嗎 我不能沒有你 知道嗎 六十一歲的簡華儀 深深呼喚著 已成為植物人的先生 他如果走 我一定跟他走 結婚四十年來 簡華儀幾乎沒和老公分開過 他指控 去年他老公因病住進 衛福部桃園療養院 11月30號早上 老公在吃麵包時噎到 但醫護人員不是做哈姆立克法 而是做CPR 延誤黃金救援時間 害他老公因缺氧變成植物人 他控告院方 業務過失制 重傷害罪 桃園療養院表示 當時有位該患者進行哈姆立克法 在意狀況能改變 立刻做CPR 送醫 醫護人員沒有疏失 董新聞桃園報導 好 這個是網路線目前流傳的 一則影片 那現在包括本席 為什麼會今天會講到這個題目 因為說實在 在兩個月前 就是我們大溪復興 有一位我們的民眾 那目前來講說真的 他來跟我哭訴 來跟我哭訴 因為哭訴的過程就是說 他覺得他的女兒在整個的 急救過程當中 是不是有一些疏失 那這個部分我先大概先簡述一下 這整個的一個過程內容 他的 現在就是說 陳親者 他主述是說 他因為吃了東西 不小心噎到了 他不能呼吸 所以呢 他就趕快通報119 那當然 勤務中心的人 接到電話之後 除了趕快通報救護人員到場協助之外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也有指導家屬 因為他跟家屬問一下 病患現在目前的狀況 那當然家屬跟他講說 現在那時候 他女兒已經呈現的是癱瘓的部分 你整個癱瘓在地上 他不知道要做用什麼方法 來去 予以施救 那呢 那個勤務中心的人呢 就告訴我們的家屬 就是說希望他趕快 用所謂的CPR方式 CPR的方式 來予以來去做施救 那當然呢 家屬也依照我們的那個 勤務中心的 醫護人員的 救護人員的一個指揮 然後持續做一個CPR 一直到救護車道 然後由救護車那個接手 但是呢 等救護車說才到的時候 到院前就已經歐卡了 歐卡的意思就是 到院前就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當然送到醫院之後 當然醫院還是有做一些 急救的一個處置 那現在問題是說 當他到了醫院 做了急救處置之後 還是回天法術 還是沒有將這個 年輕的生命救回來 但是呢 醫護人員就問了家屬說 當時你是做了什麼樣的一個 急救方式 會讓這樣子一個 所謂的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消失 他說沒有啊 就依照我們119的勤務中心的 救護人員告訴我說 我要做那個做那個 就是所謂的胸部按壓的一個 哈姆蒂克法 這個是學術的這樣說法 但是因為學術說法 因為他家屬不是很了解 一般民眾不是很了解 所以就跟他講說 就做CPR 就讓他做CPR 那居然醫護人員回答他說 你怎麼那麼笨 你怎麼那麼傻 怎麼可以 當醫護揶住的時候 你正確處置方式 應該是哈姆蒂克 而不是CPR 所以呢像這樣子 家屬得到那麼大一個問號 然後來跟我哭訴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呢 說實在針對這個問題 我當然也有問過 我也當然有去現場聽過 整個勤務中心的整個過程 我也有請教過 我們的消防局 對他整個的急救的一個處置方式 說實在的 救護人員包括勤務中心 從頭到尾 包括問過其他轄區的部分 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他們也依照當時家屬在回答 那個就是勤務中心的人的一個現場狀況 那也給他們 其實是有一些正確的一個方式 但是說實在的 從我們剛才的網路上看到 以及剛才我現在目前的一個實力的一個狀況 我們發現網路上包括甚至醫護人員 很多還是充滿著一個錯誤的訊息跟觀念 我在這邊說實在想要問一下我們的衛生局局長 因為整個處置過程當中 因為我認為說 救護跟醫療的本身來講 救護體系跟醫療體系 基本上是不是應該要相指相承 是應該要相指相承 是啊 對啊 那剛才從我們的那個整個網路的這樣子流傳的這個影片 以及目前我手上拿到的這個案例當中 顯然是不是有觀念上的一個落差 那我在這邊想要請您這邊方便出席一下嗎 那在這個同時 您可能要請一下現場的一個 現場的一個 看您要請財政局還是民政局 還是哪一位女性的一個通人 跟你做一下 第一個 在意識清楚下的哈姆蒂克法的一個做法 應該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 當如果說像剛才家屬 他有講到說 他的女兒當時是呈現是昏迷的 已經癱瘓的 那那個部分 我們正確的做法又是如何 就分兩階段 好不好 好第一階段 不好意思 時間有限 我們到前面來 因為那邊的話看不到 有限度 因為那個前面的那個麥克風 可能稍微靠近一下 對不對 還是 找一個比較靠近麥克風的位置 好 聽說剛才提的最重要的是 觀察病人的意識 那如果病人 如果意識還非常清楚 可以自主活動的話 要先請他 試著用力咳嗽 是不是可以把義務咳出來 先用咳的 第二種情形 如果是病人 他已經有一點 昏昏沉沉的 因為液道的關係 那這時候 必須要實施 實施哈姆利克法 這個是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嗎 是 還有意識 但是已經會 因為液道兒有點懸養 沒有那麼充足 可能有點昏昏沉沉的 這時候身體會比較軟 所以實施哈姆利克法 會比較不會有傷害 這時候讓他斜斜地躺在自己身上 然後 我的一個拳頭 另外一個拳頭 那叫他的 抗體拳頭 1 2 3 就是用增加負壓的方法 讓他把那個義務吐出來 那一座提到的是第三個 如果病人因為 噎太久血氧濃度已經降低 而影響到 他意識已經昏迷在地上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就是用 壓胸CPR的方式 直接 直接 直接推擠胸部 然後讓他把義務吐出來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如果 當他意識已經呈現昏迷 然後整個貪卵在地上 沒有辦法做一些反應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就要趕快施做 所謂的CPR 所謂的CPR 因為如果他影響到血氧充足的話 其實從他皮膚 還有他發汗的情形 還有心跳的情形 也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要直接實行CPR 不是用漢母利脂肪 那就麻煩請你示範一下 對 前面有個安寧 這個可能是要放在比較好操作 在桌上好操作 對 如果以正確 如果以正確 我們現在都要講正確流程 因為在意識堂上 好 謝謝局長 好 謝謝局長 你解說得非常非常棒 好 謝謝局長 因為我們從剛才看到 整個的過程當中 從今天噎到基本上來講 他有分三大面向 對不對 第一個當然如果說 當你發現你周遭的人 如果噎到第一時間 如果說他還有一些意識 如果還有一些意識 甚至比出他整個 有一些的一些動作出現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要趕快 予以做那個 就所謂的我們的 哈姆蒂克的那個 就是互不互推擊法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今天發現 當我們發現我們周遭的一個 周遭的朋友 有人也好 或者是你周遭的人 他本身來講 義務噎住 但是已經呈現是貪卵的現象 已經意識不清了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做 就是所謂的CPR 是不是 這個是整個正確的一個流程 有分這兩大階段 那我們目前看到 我們內政部警政署 他有做一個 針對了 義務等範的一個 做一個 處置的一個 一個流程的一個 教學的一個方法 一個流程的一個宣導品 但是說實在的 這個宣導品 我是希望說 能夠是不是我們 桃園市政府自己再做一份 更詳盡的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的印象中 是不是都停留在哈姆地克法 對不對 好 很多現場很多的單位 我們一般都是停留在哈姆地克法 不管今天的病患 他呈現的是 意識是清楚的 不清楚的 我們都 我們都可能會用哈姆地克法 來去做 那個緊急的一個處置 但是事實上 當如果病患是貪卵的 已經意識呈現是昏迷的 我們應該要緊急做所謂的CPR 所以我們在這個階段的部分 你看當患者 它裡面其實也有提到 當患者意識喪失的時候 這邊也有做一些 緊急的一個處置方式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說 它在整個版面當中 宣傳力似乎還不夠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再做加強 然後呢 還有剛才一個案例的部分 為什麼今天病患跟家屬到了醫院之後 醫院居然反而去責難 這整個家屬對於他們的急救方法是不對的 那說實在 我們現在分對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桃園市是不是有 十一家急救責任醫院 急救責任醫院嘛 對不對 好 局長你有看過嗎 我們這十一家的急救責任醫院 他在哈姆立克的網頁宣導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十一家喔 居然有一半以上 都沒有任何有關於哈姆立克 相關網頁的一個宣導連結 這個部分是不是會後 我們要去來做一下檢討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看到齁 今天包括我們桃園市的一個責任醫院 十一家只有五家的網頁 有公告哈姆立克急救法的一個 新版的一個部分 還有六家 責任醫院都沒有任何的一個公告 供民眾了解跟查詢 那剛才我們也有看到 網路又充滿了一些錯誤的訊息 跟報告 包括我們的醫護人員 對整個的急救流程 都還有一些一些的一些不瞭解 所以呢 我在這邊是不是要求我們的衛生局 來督促改善 並定期向我們的醫療人員 做一下教育訓練跟考核 不至於誤導民眾觀念 以及措施搶救的時機 降低施救的風險 局長你在這邊的看法 謝謝一座 因為那個哈姆立克法還有這些急救的 我們是放在那個BLS跟ACLS 那這個我們都有定期的做 在醫院的話每個醫護人員都要定期 每年都要做這樣子的訓練 這在你們的考核 這是在醫院考核裡面必備的 那另外一座剛才提到 其實醫護人員 影片裡面醫護人員 對那個急救並沒有質疑 因為他 影片中沒有是家屬質疑 但是我今天的案例當中 確實是對醫護人員 對救護人員提出質疑 我們剛才有兩個案例 第一個我剛才有說過 我們網路上一個錯誤觀念的一個報道 第二個包括我現在目前的一個案例當中 對整個的救護過程是OK的 到了醫療的這個過程當中 那醫療人員來去問家屬 你當時做了一些什麼樣的急救處置 那他跟醫護人員說救護人員告訴他要做CPR 因為那時候他女兒整個是癱瘓在地上 但是居然醫護人員跟家屬說這是錯誤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我們的醫護人員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教育訓練 需要再加強 謝謝醫座提醒 因為醫護人員跟救護人員 重視的時間點不一樣 那這方面其實我們衛生局跟消防局 那個都有做整體的宣導跟教育訓練 那醫座提到這個案例可能是因為 雙方執著的時間點是不同的 那這個我們會在救個案來做研究 所以我剛才說過救護體制跟醫療體制 本身來講是不是就應該是相子相成 是 本身就應該是要相子相成 不管是剛才的案例當中 包括我們目前接到的陳情案例當中 還有包括我們現場的一個收集的資料當中 都發現在我們的醫療體系的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的人員的那個教育訓練 是不是需要再加強一下 是我們會持續的在做這個教育訓練 那也會跟消防局合作 好不好 因為這樣的話真的造成家屬非常非常大的誤解 到現在為止他們還一直心中還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當時他對於他女兒的那個急救方式 到底是正確還是不正確的 我們會宣導正確的觀念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們應該就要跟我們的醫療人員 要疏導就是一個非常正確的觀念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相信我們的救護人員 他在整個的救護急診過程當中的一個救護行為 對不對 而並不是去質疑他 然後造成家屬心中更大的一個傷痛跟負擔 那有關於文宣的部分 我也是希望說我們桃園市是不是自己 來做一個更詳盡的一個 哈姆蒂克宣導的一個手冊 讓大家知道說原來哈姆蒂克 是有分兩個 一個在有意識一個在無意識狀況下 要如何來做急救的一個正確的措施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 請坐 好 我在這邊來講一下 就是有關於我們大溪地區的泰伍新村的部分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文化局 就目前我們泰伍新村的一個文創基地的一個使用狀況 你大概現在目前的一個使用狀況 你大概是可以做一下說明 好 跟醫座報告 我們大概今年3月17號就啟動了相關的駐地工作站 那駐地工作站成立之後 他們就進行初步的這個研究調查跟規劃設計 那在這個今年的年中6月15號 有做一個泰伍劇的初步成果展 除了這個靜泰的展覽之外 還有一些表演藝術跟文創詩集的泰伍劇的活動 那最近就是本週六吧 10月15號 我們配合眷村文化節 也會在這個地方 會將這個研究調查的一些老照片的靜泰展 還有一些口述歷史 還有做一個這個原住戶的紀錄片的放映 有這樣的一個活動 將會在這個泰伍新村進行 那最後就是會進行修復工程 謝謝 謝謝局長 那我們在這邊看到圖示來講話 泰伍新村在這裡 泰伍新村在這裡 那他鄰近旁邊有一個浮丁轉運站 然後他有一個社會住宅 那社會住宅的部分 我在這邊請教一下我們的出發局 這個計畫未來我們會有大概幾戶 然後幾口預計這個預定地的部分 未來要蓋幾棟幾戶社會住宅 現在還沒有進到這個完全的這個 所謂的都市計畫與未來的這個重劃分配 所以還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這裡面的這個面積 配回來是這個兩三百戶 我覺得不會少啦 好 因為說實在這個單子 在我們市長的一個施政報告內也有提到 有關於我們的浮丁轉運站的部分 未來要跟我們的社會住宅 來去做一個結合 那這個計畫呢 未來會帶來很多所謂的一個固定人口的入住 然後再這邊我想請問交通局 目前來講我們的浮丁轉運站 現在目前的一個進度 大溪轉運站是利用軍備局的土地 我們經過市長帶領已經協調完畢 目前由我們本府相關單位 能再做相關的都市計畫變更 以及用力取得的工作 好 謝謝 請坐 我剛剛為什麼要問一下都發局 為什麼要問一下交通局 因為我們剛才有看到 在剛才的那片基地當中 就有那個浮丁轉運站 浮丁轉運站 意味著未來就有很多的 有流動人口的一個出入嘛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社會住宅 未來是不是有所謂的固定人口的一個入住嘛 好 那有流動人口也有固定人口 那在這邊我們再把那個圖面 來兩位請坐 再把它拉近 看到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所謂泰武新村的一個原子 那現在剛才文化局講的就是 用黃色邊框的這個區塊 但是呢他們對面 本來我們的那個軍備局 要去做那個國民住宅的一個預定地 那但是呢因為基於他們的一些計畫 已經現在少子化的一個衝擊之下 那現在變成說我們現在的現況 是用整個圍籬圍起來的 跟我們文化局現在目前在做的一些文創基地 是非常突兀的 非常突兀的 所以呢我知道齁 文化局齁在那個我們的眷村生態館 就是我們泰武新村這一塊 有規劃所謂的823的一個文創館 對不對 因為畢竟齁本區過去居住的軍官 都是歷經823光榮戰役 所以這方面的一個紀錄歷史的軌跡 非常具有文創的一個價值 所以呢但是本期齁認為 在我們直轄市的一個高度 在我們桃園市具有一個雄心遠見的一個市長領導之下 會舉齁應該將我們的那個整個的眼光再放高再放遠 应该将我们的一个眷村的生态馆的周围 以及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基地 未来是不是来去跟军备局争取也好 包括我们桃园市政府 未来是不是规划成立一个全国眷村的一个文创的收藏的图书馆 收藏的一个图书馆 我们可以把全国各地的一些眷村文创的一个历史 全部都收集在这里 如果未来搭配旁边的一个普提转运站 它不管是它的固定人口也好 或者是它的流动人口也好 对我们中边不管是任何的那个经济价值 以及观光的效益是不是都提升很多 在这边市长我想请问一下你的看法 普提转运站 未来是希望能够让整个大溪的对外交通 通过转运站的功能可以获得疏解 那普提转运站本身它是要把车辆吸收进来 因为普提转运站跟任何路目前也是无法拓宽 所以普提转运站需要比较大的空间 那这个普提转运区应该有超过10公顷 那转运站的面积应该有超过2公顷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区块当中 来争取我们的全台卷村文创图书馆 来将我们的闲置空间做最有效的利用 再搭配我们周边的目前来讲一些相关的一些建设 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地方的一些繁荣 跟它的一个土地的有效价值 太武新村它的用途应该是可以容许图书馆 那不过它是823炮战之后 那么针对在金门服役的军官士官所兴建 那是不是做一个823炮战 好谢谢请坐 接下来我们请李嘉欣李议员 李议员请发言谢谢 谢谢议长 市长我们副市长 以及我们市府的一级单位的各位局长 局长 以及我们媒体先进 各位国会联络人 本府的各位同仁 大家早上大家好 市长 我想说 本期针对 我们106年的那个税入共编了870.37亿 那个税出啊 共编了1030.52亿 那个税入税出相抵相差了160.15亿 那几再数的话 一百零五年一百二十一亿 那增加了38.73亿 那我想说税入的部分 本期就不再自己说 那税出的部分 一般的政务支出一百一十二亿 那教育科学文化支出三百六十八亿 那经济发展支出两百一十九亿 就这些涵盖的一千多亿 那我对这预算啊 我本期没有非常大的意见 但是本期这有两个跟市长来讨论的 第一个 我们一百零五年中央的统筹分配款 我们是最后一名 那个台南它的人口比我们少了那么多 而且它的预算数 统筹分配款是一百八十七亿 那到今年一百零六年 我们人口增加数是前台湾之冠 那个编定的统筹分配款 跟台南跟高雄 高雄多我们没有多少 它两百七十九亿 我们还是一百八十八亿 无论在阿扁时代 到马英九时代 到蔡英文时代 是啊 你不是还总统很好的 那这分配到这样 还是我们最后一名 那到底这个统筹分配 你们是有认真去找吗 我们三十八亿是不很多啊 但是到底是中央对我们不公啊 那这个三十八亿你整体回来 你就不会去挤债了嘛 统筹分配税款的计算公式 我们认为不合理 应该要考虑到 我会讲啊 有 我们不只讲 而且我们发文很多次 而且协商很多次 那我们也表达 跟主技术表达说 应该按照GDP 按照工业产值的贡献度 对啊 这个部分要加进来 要不然很多工厂在桃园 公司在台北 每次缴税说 儿童这么好的 这么高的 全国第二名 全国第一名 到最后 贪金的因素不好吃 但是目前 目前统筹分配税 跟一般补助款 是合并加总计算 那所有的直辖市成长率不能超过0.2 所以统筹分配税如果增加 一般补助款就会减少 那我们今年这两个指标加起来是成长大概1.58亿 所以我们总体有成长 但是没有到他们预期 市长我刚才讲的 你比对比高雄市就好 这两个数字要加起来 一般补助款加统筹分配税款 而且你在推进加台南市 你想 我们有可怜吗 我们真的很可怜啊 所以对我们不公对我们不公 所以市长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从旅旧年时代 本席就一直在强调这个统筹分配款 一直到桃园到现在你当市长 到现在还是如此 那个统筹分配税款要改公式 但是我们目前是这样 所以市长你听我讲 所以本期在建议 这部分我需要说市长认真一点 努力一点 另外我们有那么立委要做什么 我需要说你也公布到时候立委 他到底有中央搬钱回来吗 你也给他了解嘛 你没有立委来配合你 立委本来这样中央争取预算啊 到底谁申请那么多来配合给市政府用啊 我们六个立委都会配合 不是我只要会配合 钱要拿到才真的啊 那第二个本期在建议 我们这次在工作报告当中 市长我想这个你一定有听到 不管我们部分难力 所有议员都一致在建议 就是你一次性的活动 还有委外 你所有的委外 委外的公关公司一下错了四省走 那个我们靠 那个所有的为了达到资金率 全部委外 全部委外 市长这不对 这办法错误 你一次性活动办了 烧了那么多钱 当然第一年在福利年 第二年健身年 所以你再 我们要检讨 市长我终于检讨 所以我们希望说 我们一次性的活动 而且那个委外的 你像刚刚你当局长 你说你不晓得 这个要怎么处理 你第一年的委外 我还没有意见 今年你还是要用全部委外的话 那本期就真的对预算 就要跟市长计较一下 好谢谢 那个李嘉兴议员的建议 活动若有主题式的 有累积性的 我们优先 那一次性的活动要减少 第二个 那个这个活动 如果是经常性的 每年都办的话 不一定要委外 也可以由我们市政府的单位 来自行举办 市政府单位委外之外 我们所有的各区 很多的社团 也可以也有经验的 那在发展协会的 也可以啊 很多有经验承办 你可以配合这个 你为什么一直要 把委外拿给别人 公关公司就知道 讲实在 他还没办活动 现在抽走一半了 那到这钱又是 有的有涉及政府采购法 需要招标 如果没有涉及采购法的部分 那么各单位可以选择委办 那个公关公司非常厉害 他那个跟你举报 那个他怎么算 他的核销非常厉害 所以我们市府没办法 他是一把核销你就要给他嘛 但是我们的钱 已经很欠的 又被他拿拿走 这不很可惜吗 我们办的活动没有达到目的 没有达到意义 所以我希望说 我在这里不点名哪一集 因为我手中都有了 我是希望你们各位机长 你听到我是厚道的人 我不想批判你们 我希望说你 你通通委外的 获得一次性的活动 把很多很多 所有这工作报告当中 所有医院都一直在反应 但是市长 你一定有听到这个声音 所以今年105年 已经 我们执行方式可以来检讨调整 对啦 所以我希望说 市长 这方面能够 这两项 假设能够一个 看研截流 能够省一点 一个去抢钱 不要说抢钱 炒回公道来 我们的预算当中 市长 你会很紧张的 我们预算规模成长80亿 举债的那个数字是38亿 所以其实有控制住 然后我们的福利支出的项目 没有成长 人事费也没成长 我们主要还是增加在资本支出 对啦 所以我还是希望 让我们针对这个 总统分配款 总统分配款 常年对我们本事不公平的 我想说市长能够好好跟 我们强力来沟通争取反应 现在前面执政应该 应该跟他要钱 要还快要得到啦 我相信因为 我们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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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刚才 我跟这个预算 我是没有很大意见 那第二个 感谢市长 我想这105年 我想我这手中 有对于阳眉的建设 我想105年重大的建设 列管的 我手中二十几项 我回去认真算 可能不止 将近30项 因为这个给我的数目 但是本期还是 谢谢之外 但是我还是要感谢市长之外 我还是要希望市长 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建设 没有做好的 第一个 鹅一公园 鹅八公园做完了 为什么鹅一公园还没有做 鹅一公园到现在 杂草重生 到凌凌乱乱 非常脏乱 我希望说市长 今天本期执行过后 你可以去了解 哪个单位去做的 我给我们鹅一公园做好 第二个市长 你答应了清創中心 到现在 我没有看到 你有重大列管案子 没有嘛 包括我们普新 洋梅 富康老人活动中心 也没有列管在这边嘛 这个都没有在列管当中 而且我希望说市长 我本期跟他讲的 我希望说 帮忙一下 那今年的105年当中 我非常谢谢 就是半公园阳光国小 瑞梅国小 瑞唐国小 瑞唐国小 市长 把这个所有 包括市委 包括瑞唐 包括瑞唐 包括阳光国中小 都是弄得非常的好 这个学校是非常老的学校 非常有名的学校 叫瑞唐国小 市长 你看看 那整个打下来啦 那第二章再给市长看一下 市长 所以我在这里 希望说 下午啊 你抽空15分钟 因为你会报 几点有事我都知道 我希望说 等于咨询完了 下午 你给我 下午一点多时间 给我到现场去看一下 全部塌下去 那么严重的 而且这个老旧 已经很久了 你说要 我听说 教育局长说 编了几百万给他翻出 那没办法 那根本没办法翻出 那也没办法装 那个学校已经那么多了 我刚才讲的 你对于地方建设非常重视 所以本期 请命 希望说 市长 麻烦你到现场 一定要你脚步看一下 马上市长 你现场看 你就知道 要如何 我相信你一定会支持 本期的建议 我想说把它打掉 重新盖过 这个活动中心是73年盖的 那 其实 李嘉兴议员在前不久 口头上有跟我们说了 我请教育局长去看 那 教育局是已经核定了 931万的修缮费 那假如说这个方案不好 那我想 为求慎重 让教育局严育方案 我最短的时间内 安排 会堪 那能够去 来决定 应该怎么做 我很怕你 你是很忙 一拖下去 因为 原来的方案是求散 我接了非常多的电话 是地方民众在关心 所以这个学校 已经塌陷了 怎么没有民意代表在管理 我赶快冲到学校去 看到这种情景 我真的 难以相信 我们是六都 还有这种建筑物 而且 那么重视建设的市场 还有这个学校 那既然你找不到 你知道吗 你早起就早就变了议算了 偷偷到现在塌下来 还有变了几百万 那不对的 跟一桌报告 因为结构 结构鉴定是安全的 你不要说结构 现在学校 那已经落伍的东西 你不要说它跟安全 那个现在的水泥 我想说随便盖一盖 60年多都没问题 它不符合现在的需求 现在的需要 我们就要执行 那那个 像现在很多的 那个 所有建筑物 它的结构 你现在 我讲实在 我们发展协会的 所有社区的活动中心 现在统统结构安全 当然要安全 但是市场就很慎重 一定要经过整个评鉴 市场才会准 我们拿不到知道 那这个 这个到底有没有知道 这个到底有合乎规定吗 我跟议员说明 帮地方申请建设 我不是给你偷钱 我只要给你偷钱 你讲的那个 我听不下去 那么久了 而且我刚才给你看的相片 你自己没有感觉很惭愧吗 原来这栋建筑 是民国98年 鉴定结构安全没有问题 可是98年底 现在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为求慎重 我请教育局 这个该鉴定要鉴定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不要重建 那跟一座报告 你不要回答 我不要回答 我不要你回答 齐六 这样子 因为原来是核定修缮 不過议员说 这个状况非常的恶劣 那有必要重建 我们一个礼拜内 安排去现场来会刊 那我请教育局 把资料都调出来 因为民国98年 为什么会界定 市场 谢谢你 我想说 我刚才讲说 对议算本期绝对没意见 但是对地方建筑 我非常有意见 教育局 你讲的我不接受 齐六 我才能做 如果有必要重建 我现在再说 真的啊 我想说 任何学校 你都那么重视 那我们瑞浦国小是 洋梅No.1 是我们的老校 老校你就放他不管 老校就放他死活 不是 跟一座报告 那个市长视察日期 是十一月十号已经定了 十一月 现在几月人还到十月期 那排到明年好了 一个礼拜内决定 对吧 一个礼拜内决定 我叫你坐下 我又没叫你回答 我跟议员报告 如果像我们 揚美已经有三所学校 就做那个活动中心 跟体训中心的更新 那如果瑞浦国小这一间 有必要 我们也会纳入重建 你自己看 对 而且这个 百姓活动也好 对 而且瑞浦国小是出了最有名的 那个乙球队内 所以他都在那里面训练 现在没有场所 整个塌下来 我去看 那真的是 因为我是 我不是建筑专家 但我外观看了 很痛心之外 我希望我都 真的赶快拆掉 看那个 火冒进去 真的啊 这个 我们升六度 还有重协教 我拿给记者看 记者绝对也不相信 有重协教 整个塌陷下来 坦白说啦 如果屋顶塌陷 那不管是学生 老师或家长看的 都会心惊胆跳 所以我想这个标准要提高 那么即使民国98年 鉴定合格 我觉得都应该用最高标准来处理 对啊 你要这样讲 本期感谢之外 我希望说 刚才我讲的那几个案子 包括额翼公园那些 额翼公园专案处理 因为我还不晓得 你这额爸就盖好了 额翼放在那边 好 额翼公园我们专案来处理 老人会 你已经讲了那么多次 本期也不再重复 因为我是看到 没有在列款 到底你走 你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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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列款案子没有列进来 对啊 杨梅普新富刚 我们会各找一个点 来做老人集会的场所 他列款的给我 我没看到我就吓一跳 到时候我是怕说 市长你每次下乡都说 我合不合不合不 可能是因为经费比较低 经费多啊怎么不低 不是我是说 三千万以下的是没有列款 可能是这个因素 杨梅普新富刚 三个老人集会场所 我们都会找出来 是 市长我们再请教一下 我想说 进来啊 下雨下那么多天 我想现在我们马路啊 已经空空洞洞非常严重了 非常严重 当然 现在讲实在啊 我们路平专案 比以前 我当了五届的民意代表议员 比以前的路啊 实在我在这里真的是 要口头加勉 真的是比以前好多了 但是现在下雨下那么多天啊 来不及 为什么来不及 你不知道 为什么来不及 我念给你听你就知道 好 我们现在 台北市啊 有356 新北市有260 桃园市99个 台中市128 台南有172 高雄市有659 你去看看 6多耶 我们只有99个人 这到底 齐六 你人事的任用是怎么任用的啊 怎么可以偏差那么多 我们现在到底是二线还是三线的事啊 我们升格前被核定的原额 包括养工处的原额不足 所以这也是我们很苦恼的因素 所以 这升格前就核定了 因为我 我为什么会了解 因为我打电话 我去打到养工处去说 哪条路哪条路 因为路不平 希望你赶快 希望我现在都还没下班 晚上快9点还没下班 我本来先去告你市长 怎么让呢 所以我后来 我去查一下人事 这人事给我资料 这升格前核定的原额 不是 不是啊 这个差那么多市长 你真的不了解 我开过好几次会议 针对升格前 各个单位核定的原额 不足的地方 其实我想 养工处是严重不足 不是 市长 我相信不止养工处 因为我现在没有把前市的 前各级的 包括警察局 他人业少很多 我是没有 所以 我们真的 为了 让我们路能更平 人员需要能够补足 补足之外 我们路才会平 我当然成全不够 你要怎么做 目前不是补足的问题 是要增加原额 因为我们整个 桃园市政府 整个编制原额 明显不足 不是 市长 我刚才念的 你就知道 这个差类比 差那么大 所以 我今天 第一个 我希望能够 路平让我们市民 有一个非常好的交通道路 但是也跟 我们养工处 请命一下 这个人员是差太多 那其他的基础是 我相信 也一样 差很多 你知道吗 市长你要对 针对人事的问题 希望能够好好来 好不好 不足的原额的部分 我们该 该争取中央来支持 他要放宽 没有 我们升格前给我们的原额 确实 那其他的 其他的 五都 怎么可以那么多 像台北市 原来 他们区公所没有公务客 我们区公所有公务客 这是有差别的 那原来给的原额 每个都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争取原额 对啊 你像高雄市 他将近700人 他养工处也是整合的 他们有的区公所没有公务客 我是不了解 他人事怎么排定的 那我希望说 在这个人事上 能够 拜托市长一下 去了解 我们集处式的各个集的 我请那个公务局 做个专案的研究 那我们到底 养工处 连同地方的公务客 到底原额 我们少多少 我们整个来向中央争取 公务工程人才很重要 谢谢 市长我想说 本期要进入另外议题之外 我还是再重复 第一个 市长刚才答应我的 下个礼拜去看 本期一定要等下回合 第二个 我希望说 不要听高纪长讲说 这个合法 合乎规定 没有什么东西 那个房子 市长看到你就想拆掉 真的 这是妨害观瞻之外 而且这个真的 我感觉 我不是那一行 我看到真的 这结构真的有大问题 我希望说 能够 比照 其他的邪校 能够做一个非常完善的 我希望说这样 好不好 如果真的是 像屋顶塌陷 我想应该用高标准来看 该猜就猜 该见就见 对吧 好 谢谢市长 我先看 第一张 一箱箱的什么东西 我不晓得 我相信 我自己手中 你们八月份 就去检查了将近 每天都有人检几 每天都有人检几 东方摇曳 他里面 我后来有一天 我跟環保主任 拜托他 是能够派个吉他大队 到里面 真的详尽检查里面到底做什么 非法的 第二张麻烦一下 你那么眼看不到 你环保局的人员在那边 这是什么东西 跟一座报告一下 你知道啦 就是东方摇曳公司 它里面 有八家七家 我不晓得 那些是配合的 包括消防机 包括很多机器 是 那里面 怎么会有 玻璃纤维 像山那么高 也没有覆盖 满地都是玻璃 玻璃吸入费的话 会致癌的 一座 谢谢你关心这个问题 不是关心 我刚才讲的 你光八月份 就是实体上去吉他 对 我现在不知道你们不认真 你们是很认真的 在奈何不了他 东方摇曳要负责 你为什么不去查 东方摇曳 是他承注给他 那里面的工厂 有多臭多恶臭 多乱 是地方的毒瘤 就光碳化系统是吗 他就碳化系统 我是不是跟一座说明一下 这不有八千多吨 是 他是合法的吗 摆在那边 跟一座说明一下 他是东方摇曳厂 他出租给一个 叫洪东资源公司 那我们现场有去清点一下 那些空筒 刚拍到那空筒 现场有196个 都是空的 那一包一包的部分 是属于他 他在这个回收切消有之后 所产生的另外一个产品 叫做碳化系的产品 我请问你 是 他有放在那边吗 隔壁邻居 他是租一个仓库 站置在这里 站置放多少年了 因为这个放在里面 没有人知道 那后来因为那个地方 曾经到市长那边信乡去 一直在检几 你们才 你看我刚才讲的 光八月份 那几个百年了 一天 那周边的市民 天天检几 但是你们检几 写的内容很轻松啊 查到陈情人 那个户居 巡逃未发现有什么飘错 他真的很错啊 我也进去看啊 那倒不掉啊 24小时 百姓怎么受得了 因为这个陈珠 陈珠 目前他已经是找不到人了 但是黄东 就是东方摇曳 他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有 请东方摇曳到我们环保局来 请他们必须要提出改善的措施 那个将来是个毒瘤啊 你没有严格去要求东方摇曳 他要怎么处理 对 我们就要要求这个陈珠 所有的东方摇曳 占地十几公顷 都租给非法的 弄下去就跑掉了 你想看那玻璃纤维 那碳纤维可以飘的呢 那我们基民都住在旁边 那倒不掉 那整个呼吸到侵入性的话 那个都是会致癌的东西 你刚刚讲那个玻璃纱 但现在更可恶的事情 隔壁又把东方摇曳租个厂 用灌按摩托 那所有的玻璃纤维灌在里面去 然后按摩托做一个大大的 那个来龙气脉 到底气象哪里 那将来那个按摩托 假如是碎掉的话 那在大海都污染 污染到大地 你知道吗 这个来龙气脉 你都没有查 你都没有气象哪一项 你都没有查 到现在还在做啊 另外那家叫长松公司 他所堆制的这个玻璃纱 这个部分 基本上他本身就没有取得 我们操作的许可 所以这个部分 那怎么可以做那么多年 所以我们依法就先把它处分 不是 基朗 我现在不是要你处分 处分他还照做啊 他还在生产啊 你现在要把那个东方油业 要追查的责任啊 了解 把你那个烧烫商 那个火烧的巴黎那个业者有责任吗 所以这个出租者 他本身也要负起责任 东方油业这个部分 我们当然要求他 至于现场这些玻璃纱 我们要求他做好覆盖 这是首先要做的 不要再对环境有危害 至于法令的部分 他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你看到你没有进去过 你看到满地都是要下大雨 冲到人家田里面去 那玻璃纤维耶 那个东西真的有毒之外 而且他根本没办法处理你知道吗 现在下大雨他只覆盖有用吗 整个冲到所有周遭都是啊 不是这样子 你要做一个负责任 你一定要去追究东方油业 而且要追究所有里面的旗家公司 通通就要停业 我想说刚才讲的 他那里面 用灌在里面 包庇在里面 没有人看得出 那里面什么东西 他用这样做 是我跟郁州报告 对于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洪东公司也好 或是长松公司也好 我们会针对委托给他的业者 委托给他的业者 然后呢 他处理好的东西交给下游业者 在八月份我们就 就鸡塔一百多次 他照样干啊 我跟郁州报告 这个部 我们会来加强鸡塔 我们会来加强鸡塔 是 我们没办法叫停吗 可以啊 对啊 为什么他还在生产呢 跟郁州报告 是不是让我们 你进去都不敢进去 鸡塔 真的啊 这个 这个 从今年开始 我们其实就是不断的接受重情 我是看到你的环保鸡塔人员 被这周遭里面 骂的这样子 心痛啊 谢谢郁州 我想我们同仁很认真 在鸡塔这个事情 这个我认同嘛 他很认真去鸡塔嘛 但是没有工钱力啊 不会啊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起码 你进去 就要停工 他就要停 你真的可以断水断电啊 他没有啊 你没走到 叫钥匙 你是你我是我啊 要怎么处理 跟郁州报告 我们会 碳化系统要怎么处理 我们会来严格执法 我们严格执法 碳化系统有办法运走吗 要运到哪里 刚报告就是说 他这个陈住者 目前已经 跑掉了嘛 是是是 我知道啊 所以出租者 跑掉 你因为你东方邮业 赚了那么多钱 你就要负责啊 对 你不能摆烂摆抽 摆那边啊 而且我们要追查 上游的委托者 因为他的产品 你想看他的旧厂 十几公顷的土地 可以租那么多人 那都是违法 在那边 没有击发出来 没有人知道他里面有那么多 看不出啊 后来你们基压大队全部跑过去 把所有的包括金发集 全部找去 我们还吓一跳 你们要那么多工厂 而且脏乱无比 我没办法形容啊 因为那个是地方独立 我希望基厂 你一定要有所为啊 有所为啊 我想说一定拿着工钱力 不要像他 你现在天天去基厂 你去基厂 他就不做 你一走掉他又做 到现在还在生产啊 我昨天去看啊 他照样在生产 照样推高机跑来跑去 照样怪手跑来跑去 那个东西覆盖没有用 基厂大队真的覆盖没有用 现在这几天下大野 都冲到下游去 你哪有什么用啊 那覆盖一天给你看而已 我想说 第一个 我希望说我们这个 环保基查人员 要再去详尽基查之外 一定要叫挺空 而且这个 一定要叫写出来 要如何运走 又运到哪边 不能摆烂摆在那边 他就有负责 他收到那么高租金 算了好几亿 你赚了钱你就要负责 哪里可以摆在我们的 当中我们的垃圾场 郭丁先生 我同意意做的一个建议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 我希望这样 你今天回答本席的 都有录影录音 我一定要追查到底 一定要把这个公司 一定要清楚干净 否则的话 那几千户人在旁边 没有一个人将来 不敢运言总听 将来一定会祸害 这样好不好 我时间要给张智慧議員 谢谢 市長 我请教你 在国道客运转运中心 我们目前还在寻找 相关的公共土地 不是有一个落脚之处了吗 不是有在谈了吗 在我们平正分级 前面就是有一个停车场很大 就是捷运级的土地不是吗 那个是A21 但是环北站的转运站 就像台北的 不是他讲的是平正 A21是环北转运站 他是服务中立跟平正的市民 那现在议员问的是说 平正分局有 前面的停车场有可能 平正分局有一个捷运的用地 我现在说的 那不是停车场用地 停车场用地 对啊 那是属于捷运级管理的 那是这样的帝主 应该是交通局 我看他 我查的是捷运级 这个是捷运级所有的 捷运公司吗 捷运公司 捷运公司 所有的土地 这个部分 我目前还没有详细的阻调 我再来查证台湾 如果可以 我们马上来规划 其中我的意思 那你懂我时间 好啦 你先坐 其中我的意思 是我们市民 大家在期盼的 因为平正分局 停车场有两者 我觉得那是蛮宽的 因为我们里民 因为我付出就在那边 我们里民相信 大家的建议 是说我们既然有 这个国道转运站 对 外面就台北 就台北都比方便 对 我们离北一高 北一二高都很方便 对 那大家相信了 期盼 现在你要设下去 因为现在停车场 人家觉得不方便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考量是一个立体的 做一个停车站 那你楼下底下 可以给人家做 市民运动中心 大家不要说 你现在开发下去 就把它弄一个停车站 浪费那个土地 起得不易 大家的意思是这样 现在土地都很贵 平正我们中庸路 土地又蛮宽的 路面又蛮宽的 又在分级 也是属于我们平正一个市中心 你也经常下山 市长你也了解 因为我们那有平安林 也有平安林 也有金星林 也有大南市地区 所有的大楼林立 所以我们的乡亲最期盼的 就是说 海美规划以前 市长你可以找人家 找我们府会所有的官员 去了解 那是不是说 我们乡亲期盼的 那来社运这个多功能的 一个可以多用途的 可以取得来利用 因为我们那有四个里 大家也期盼做一个 市民活动中心 后来我们的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中心 不是在那边而已 在那边不是 现在不是在开发 这样子 平正转运站 是否设在议员建议的地方 让我们来综合考虑以后 我们来看那块地方 是不是适合 好不好 我觉得是蠻适合 因为我们体育活动中心 就是在南市 而且那个点真的很适合 其实你可以叫交通局局长 上哪个人附着的业务 我们可以来参考 请交通局把这个建立案 把它纳进来规划 这是我建议的 你先把它纳入规划 因为那个土地真的是 因为我们当时就有提到 这个转运站往北的一个问题 因为平正是市中期 我觉得那边真的很适中 所以说要麻烦市长你 好 谢谢 好 市长 这个事情已经很久 谈很久以来的了 我想说要称告你 你要记住吗 我们当时听说的 就是我们的那种 很平正 你当时说要拿回来 我要做亲资管 对 到那个青年活动中心的 就是我们的九国团 做好一个 不公不义 我是要称告这个 什么人负责的业务单位 社会局 社会局我请教 市长我请教你 市长你先说 我先请教你 我们时间很短 我那次叫你 你叫有报告 我们现在 跟一座报告 你先听我讲完 你还不用解释 我当时叫你所有把相关的资料给我 叫你从来 十年 十年 你一年收多少 一年 他的权利大概两百万左右 你准他两百万 他就按他的营运的金额 超过一定额度 你的合约是两百万 在我目前的这个资料 一年最多可以收到大概两百万 你客户就打不到两百万 你要怎么收两百万 就说他超过三千万 营运的金额超过三千万 我们的比率是收的比较高 百分之六 你是讲救国团租给别人的营运 还是跟你市政府打的合约 是我们现在正在跟他们在洽谈要 你是现在正在你的梦想是吗 你在做白日的梦是吗 你的合约几时是谁打的 你以为郑文山市长打的 还是我庄一辉打的 那几年前打的 你现在又可以毁约吗 确实目前就是因为约已经定了 所以在目前 你是讲现在定 还是之前定的合约就这样 之前就定了 之前定了 你之前合约的 你拿合约的所有相关的资料 你来我参考一下 是的 我当时我就跟你讲 叫你把所有合约的情形拿给 那我请教你 你一年补助他多少钱 我们是没有补助 就是他们的那个 权利金跟那个 地价税跟那个 营业税部分是我们在缴 那我们一年缴多少钱 我们缴了55万 对 你一年 你跟我说 你做他两次了吧 你哪有做他两次了吧 你的客户怎么是这样的 你的资金你不是有保贴的 这个 这个 土地的租金 这我们也按照那个 政府的一个规定在 你不要跟我讲 那什么政府的规定 改动的 你要保贴 我们老板生不饭好吃 你就不保贴 你只要保贴救国团 这个部分 那几瓶 我请教你 我每次在谈这个问题 我现在请问你 那地上戶跟地有几楼有几瓶 所有的土地 有几楼 四楼有四千多瓶 四楼有几楼 有几楼 有几楼 有A楼跟B楼 对 那全部有几楼 有五楼 那一年还起了多少钱 你还要補房屋税 地下税是怎样 我们来叫 那你还跟我讲说 现在的合约是这样 可以起了两百多万 不然你来贴吗 你来贴吗 我补充一下 刚刚股局长是说 营业额超过三千万以上 才会缴到这两百 那根本就没割到 他怎么有割到什么营业额 所以说你讲的就不清楚 市长讲的就很清楚 一年五十五万的租金 那两栋四千多平 那地价税房屋税是有 所以说你都给他打房枪 你做一年才五十万 你现在给他帮两报 目前这个租约 是从104年开始算十年 那这十年 是在我们上任前签订的 所以我要求要修约 那目前在修约状态 市长啊 你这个局長就搞不清楚了 没有 他有参加协商 其他知道 参加协商 怎么会给你讲的 他讲的我都听不懂 可以请局长讲清楚一点 搞不清楚 这样的话 我叫你相关的资料 你再拿来我看一下 我们会把相关资料 再给 上一次会期我就叫你准备了 你都不要准备 你都把我落在面 我们都持续在做 你都把我看了 我给你几天 我要给你准备 我给你准备 你一定要把我弄清楚 是的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中场休息五分钟 我给你忙到了 好的 你 XML 我 fulfilledITY 所以出 VAN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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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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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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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当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268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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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让我们 事实在 就是对的 好不好 是做不到 所以我才 是跑到哪里 我们的标 擦了 我要問的就是說 你們南侃溪水質淨化池 你是不是鼓勵每個家庭都要做一個水質淨化池 還是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能力處理污水 像淨化池出來這麼漂亮的水 可是目前沒看到嘛 對不對 所以說在這個溪水的部分 你們真的要想辦法 那我們知道說 你先坐 我們知道說 有時候我們也在進行雨水下水道工程 是為什麼 因為下雨的話 風胎太多了 水剛沒做 水就沒出來對不對 就淨水了 所以你們做雨水下水道工程 是讓它排放到這個海裡去嘛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說污水下水道工程 污水下水道還是你 污水下水道工程是收集什麼廢水 家庭廢水對不對 是 好 那我請問一下 怎麼來解決這個廢水 你們一直沒有提出解決的方法 只有稽查稽查稽查 請坐 剛才環保局有提到說 一些成本問題這些工廠可能不能負擔 那是不是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我在想了半天 我們工業區有沒有工業區的處理廢水的運作 然後油 那就處理工業區 那沿著河兩岸有很多的工廠對不對 你要他設這些污水的處理成本太高 是不是市長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計劃 能夠想說在南凱西就沿著西做兩個大的排水管 專門收集沿河的工廠廢水 你工廠就接管過來 反正他也是管接到河裡面拖排嘛對不對 你不要他做這些這個廢水的處理 只要他接著管子到你們這個污水處理的這個大管排管 然後在下游你們設一個這個處理這個廢水的一個設備 讓這個廢水能夠排到海裡去 就像你要巴黎這樣子 這是我的建議 好謝謝 做不做你們的事情 人工師弟跟那個利堅帶的進水區 這個是處理生活廢水 那這是補償我們那個下水道不足 不過工廠的廢水還是要經過處理的 他沒辦法用這套方式 我懂你剛剛沒聽到我講的 對 我說你沿著南凱西就做兩個大的排管 這個管就是專門收集工業廢水 你不要工廠來出錢做這個處理廢水的設備 太高太貴受不了 哪一天他關廠成本都拿不回來 你剛才做了一個沿河做個排管 就是工業廢水處理管 他們都是把那個廢水管都通通都跟著管子進來 然後到了下游設一個淨水處理嘛 污水處理嘛 抬到海裡乾乾淨淨 這是我解決的建議 你們做參考 謝謝議員的建議 請坐 好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這個地球啊 這個一直都在宣導說減能減碳 減能減碳 那我也想一下 問一下我們的這個環保單位 這個環保單位太簡單了啦 我來問一下啦 水問局長 這是什麼記號 知道請說不知道說不知道請坐 環保單位太簡單了 是第一個還是第二個 這個 這是什麼標章 快一點啦 時間不夠啦 應該是環保標章 環保標章 欸 答對啦 你好 再來我們問一下 公務局 這是什麼標章 天啊 不錯 那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文化局 這是什麼標章 還要戴眼鏡 喔 我講話你都沒有在注意 趕快 不知道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也 要記得要這樣講話 我現在找哪一個局勢 法務處 省水標章 你一天到晚在忙著文化事業 市長給他放個假好不好 這就是說我們環保局 請坐 我們環保局希望大家能夠 大家都要知道 要節能 要環保 要省水 然後呢 我們呢 我覺得這個動作 要從小孩子的教育開始 然後我們的這個政府單位呢 還設了那個 設了一個什麼 環境教育場子 市長你應該聽過啦 環境教育場子 應該是跟我們大自然有關係的 我這邊桌上呢 放了一瓶這個牛奶 大家知道 這是只合作的 也是要砍樹木 請問啦 我們呢 上廁所 要問衛生紙 這都跟樹木有關係啊 那 大家知道 少砍一點樹木對我們是好的 環保局長 這是你的專業 這幾個牛奶盒 做一個衛生紙 嘿嘿 知道嗎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確實的數字我現在沒有記得 好的 市長 我會講這個是因為我去日本 去考察 我也才知道 原來六個紙盒的奶瓶可以做一盒衛生紙 這樣子 我們大人都不知道 我們大人都不知道 也不敢說小孩子 請坐 兩位 所以說教育很重要 你那個教育長子 也似乎弄得太那個了 這邊有一個什麼 叫做中台的 中台的一個單位啊 他也是一個環保的一個教育的長子 可是呢他是針對 志工啊 針對大專生啊 他們去看的 可是我們真的統計啊 很可怕啊 統計啊 他們去看的人喔 你知道嗎 我們環保志工有兩萬九千多人 去看的人有多少你知道嗎 局長 可以做報告 我們去年喔 大概有三萬五千名的這個市民去參訪 那我們大概辦了三百六十一場的一個 課程的一個講座 我沒有在講你課程 環保局長都不對我的聽 我跟你講 兩萬九千個志工啊 去這些環保場子啊 我就剛剛講那個中台 在觀音大潭那邊 只有七百多人去看 你每年花那麼多的環保志工去 你要做什麼 我要請問你 志光燈 我要請問你啊 那個只是回收以後 被做成其他再資品 那是後段 前段你都不叫 你怎麼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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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環保志工 好,謝謝 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葉明葉葉議員發言 時間40分鐘 請發言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市長及主管們 大家午安 我想請問一下 農業局局長 請問一下 我們桃園市的農會有幾個農會 13個 13個 那13個農會都是屬於我們桃園市的嗎 中立是屬於 只有中立不是對不對 中立是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因為超大案造成資金周轉不齡 那最後是由台灣省農會把它收編過去 那現在是中華民國農會中立辦事處對不對 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 我想 那農會的功能 我想了解農會的功能到底要為農民做些什麼 農會的功能就是 農會在信用部的營養60%作為推廣在育會 簡單的說就是服務農民嘛 協助農民幫助農民一些 農事教育 這些這些 對 那我想 我想中立農會 已經 是不是有機會 我們來爭取回歸到我們地方來 報告一座 我們今年 已經委託這個 勤 勤理法律事務所 在執行我們中立市農會 財產的回歸 這個案件 我們第一階段 你們提出法律的預見書 針對中立區農會合併的財產的歸屬 那個 會員的權利 居長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你剛才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請律師要打這個訴訟嘛對不對 對 希望這個中立區農會 能夠回歸到我們市政府回歸地方來嘛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中立區農會 就是針對這個中立區農會嘛 中立區啊 那我現在要問你說 我們這個有多少的機率可以拿回來 那要看法律程序上 我們合法不合法 法律程序上合法不合法 這是什麼個解釋 我們都已經找律師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麼解釋 不過我希望 我們也是要拜託議員 我們中立的十位議員 可能要以後也是當委員之一 我想中立的農民 不是二等公民 我們也希望能夠受到 我們的這個市政府來做照顧 畢竟這個是屬於這個 中華民國這個農會 這個部分 要照顧到 我覺得在相較之下 說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那我今天會提出這個案子 是說希望能夠大家一起努力 把這個中立區的農會 能夠回歸到我們市政府來 然後呢 我們直接來照顧 照顧我們中立區的農民 我們是希望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我們局長這邊 市長這邊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打算 我們市長就任以來 就是非常關心這個事情 我們今年賓了兩百萬 就是要提這個行政訴訟 最有利的把財產歸還給我們中立區 當然我們希望把這個農會回歸地方 資產要帶回來 不能夠資產還是留在這個省農會去 資產放在那裡 一個空盒回來 這樣也不對 我想這個部分 我相信你們比我們都還專業 我相信你們應該要注意到這一點 那我們中立所有的農民 想要知道說 你們的騎乘 你們一定有騎乘 一定有希望說 我們今天做的這個訴訟 我們大概預計這個多久 會有這個效果出來 會效益出來 你們有沒有一個騎乘 我們在今年的9月 到明年106年的1月 我們提出法律的意見書 來向這個農委會再次請教 看你最有利的方式 取得中立區農會的產權 我想這個部分 我希望這個局長這邊 市長這邊 不要說我這樣想 我們要積極的去爭取 積極的做 好不好 那我們也希望 能夠在最短的七層之內 能夠看到效果 能夠希望把這個中立區的農會 能夠回歸到地方 來照顧我們地方的農民 好不好 我們同時要謝謝議長 跟議員的關心 議長也非常的關心 我想只要是為我們 這個中立區的市民 農民 包含是全桃園市 是好的 我們都要積極來努力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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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 請坐 市長 首先 謝謝你 這個 在105年度 這個 內地國中的這個 這個校警的問題 專簽 多給了將近100萬的金費 解決了這個校門 關閉一邊的這個問題 在這邊 可以跟你 這個 代替我們內地國中 2500個這個 這個 這個學生 及200個教職員 還有社區 來向你致謝 謝謝 我想 我想這個問題 是經常性的 是不是 今年過了 明年的問題又來了 為什麼不能夠 編列這個 經常門的這個 經常性的這個 預算呢 可以嗎 朝向制度性解決 我請教育局來處理 因為有的學校門 比較多 人比較多 確實那個警衛的需求 比較高 上次我也跟市長報告過了 講過了 這個呢 我們內地國中 從北門 北大門跟南大門 足足將近快一公里 那學生有將近2500個 談教職員 將近2700個人 我們姑且不要講說這個 社區啊 這個來這邊運動啊 姑且先不要談這個 光是這個問題 就值得 就要我們特別來重視 不是嗎 對 對不對 所以現在 結果現在 那個家長會 跟學校 又說這個明年的預算 明年的預算又少編了 又要關你一個門了 那你覺得要不要關 請教育局來處理 制度性解決 那個局長怎麼解決 那就是在制度上 我們就多一個警衛的編制 那是不是 因為往後每年 就不要再為了這個問題來討論 不必每年處理 如果這個問題是經常性的 就要制度性解決 對啊 就明明就是 才幾個月前的事情 結果現在年度一到了 這個問題又拿來吵 他應該是去年用專案解決 我想以後要制度性的安排 對 那我希望這個局長有聽到了 那我希望這個承辦的程序要做下去 不要我只是在這邊我們在討論 結果一到承辦人員那邊的時候 又把案件又退回來了 去年就是為了這個案子 為了這個經費 將近一把就已經來來回回 退了大概三次到三次不止了 這個是多此一局 市長你請坐 好 那另外局長我想請問你 我們內力國中的校舍不足 這個問題你知道嗎 我知道 在林校長就任之後 我也到現場去看過幾次 那內力國中的校舍還有辦公的環境 是我看過所有國中裡面 比較差的一個學校 不是比較差 是應該是最差的 是最差的 對這我承認 那你為什麼做那個自治不理呢 沒有 學校我告訴你 按照國民中小學設備的基準 這個內力國中是足足少了三十七間的教室 這個校舍你知道嗎 是 你知道嗎 因為學校也有提出計畫嘛 是不是 我們作業單位好像沒有收到學校要改建的計畫 你們 那當時我有跟林校長講了 上面去看 結果呢 人家學校把計畫送過來 你不知道案件都不知道壓在哪裡去 你告訴我說沒有送 我告訴你 學校最起碼送兩次以上 我不相信林校長會欺騙我 我不相信學校他敢欺騙我 我說他沒有送他敢說他有送 我確確的跟他問過說 你到底有送我 他說有送過去 不是你說法就是校長說謊 到底誰說謊我不知道 這是我們同仁跟我回報的 那這我會清查 所以嘛 又是出在同仁嘛 就跟之前的那個校警的這個預算經費一樣 送去又退回 結果問你 你又說你不知道 不過我到學校去看的時候 有當場跟學校方面講 是啊 那學校也很積極的趕快送了計畫了嘛 結果送了計畫就是沒消沒息嘛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這個問題我們教育局會檢討改善 市長我要讓你知道 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你知道 一般的活動中心 我們的活動中心 他是有看台的 對不對 那你活動中心你要去過嗎 他是有看台 看台的下面做什麼呢 來 看台的下面啊 做老師的辦公室 看台 四周的看台 你看小小的一個門 這裡面坐了多少人你知道嗎 這裡面坐了將近十幾個老師 好 一定不敢相信嘛對不對 看台下面 全部都是老師的辦公室 好 我們再看 好 這個 這個樓梯底下 看台樓梯底下的 這全部都是老師的辦公室 你看 這個都是兩邊啊 好 再看 真的 是 也可以說是全國最差 最差 好 地下室那個 看台的下面 比較矮的地方 因為有高的地方嘛 對不對 他那看台是這樣子下來的 比較矮的地方做什麼 老師的置物 教學的一些講義啊 這些 這些教學用的這些用品講義 通通都堆來這個地方 你看看 市長你看了 我不知道 你們現在看你 你來看看你的想法 來看看 你看 全部都是置物箱 這個 這個 所有寸土寸金 所有一點點小丁點的地方 都把它擠進去 都把它擠進去 這個辦公室 這個講義書籍這些 都放來這邊 另外還有一個 通常我們司令台的下面 司令台 運動場的司令台下面 通常都是 大部分都會放置物嘛 對不對 當一個廚藏室之類 對不對 你知道嗎 我們內力國中的 司令台下面的這個 神秘小空間 裡面 做了 做了 裡面有幾個老師啊 八個老師 八個老師的辦公空間 那個 這條一老師的辦公空間在那邊 當我走進去的時候 前面一個位置 我絕對 沒有亂講話 我現在 局長你有去看過對不對 有 走進去 兩個老師像門神一樣 就在這樣子 大門 一個小門的正門 旁邊擠兩個 在那邊又擠了 六個 你看這個空間 叫人家看得 何其的這個心酸 老師的辦公室 居然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這樣的一個地方來辦公 人家別的學校有 OA的辦公設備 他們全部都是一些老舊的 這個 鐵桌 鐵桌子 甚至還有木桌 對 你看看 老師呢 要進辦公室 要進過這樣的一個小門 這東西 做茶辣工 這是跟做賊一樣嗎 局長這些問題你都知道嗎 是 你有沒有跟市長報告過啊 如果內力國中 那麼長期以來 有這些問題 真的要早一點解決 那剛才議員說 內力國中很大 那不應該這麼擁擠 是啊 所以這是長期的問題 發現以後 就要趕快規劃來解決 我的意思是說 對 市長你說對了 這個問題 我們的局長早就知道了 不是 我是說 這是很久以來 這一定不是昨天才發生的 但是在我們的局長的上任以來呢 他也知道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過去沒做嘛 過去沒做好 現在到局長這邊 是不是應該要做好啊 對不對 我想喔 給學生也好 老師也好 一個良好的這個空間喔 這是必要的啦 那謝謝明月議員的這個 我想這些照片看了以後 我想這一定要解決啦 不能讓 不能讓教師在司令台底下辦公 我想這個是錯的 好 公益教室也拿來當教室 公益教室只有一個門 小朋友在裡面讀書 如果災害來了 要往外逃生的時候 擠一個門 會不會發生危險 公益教室 一隻門而已 三間都來 公益教室拿來當教室 當一般的普通教室 我想這個問題是這樣的嚴重 這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不是 我們不管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現在目前我看到的 這學期我有去看過 是嗎 那那個 我會認為說這個學期 內力國中已經減了三班了 應該是可以馬上做一個調整 減了三班馬上可以做個調整 那你的意思 另外改建計畫我們也要加速進行 市長 你看了這麼多的 這個 不管是什麼時候形成的問題 我們務實來解決 應該要概括承受來解決 對不對 那我要問市長 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請市長去關心一下 一個星期內去現場看 好 那我請教育局 先把現況調查好 我們到了現場要有幾個方案來處理 好 謝謝市長 一個星期內安排到內力國中看 這個是很迫切性的問題 好 因為確實 既然減班三班 應該就有空間 那如果要增建教室 也應該有校地 我想這兩個條件 校地的問題 校地的問題 我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有特別去看過 因為旁邊的停車長還非常的寬 好了解 而且也不影響到學生運動的場所 這個部分 我想局長 是與誰帶來清楚 市長你請坐 謝謝 那我想 另外 我想要問一下 原生國小 當然也謝謝局長 你今年度 真的一般 把這個轉介身 把這個校舍不足的問題也解決了 可是 明年 我們調查到105年 今年的1月截止 是明年 要入學的新生 到1月 叫做到1月截止 1月到12月 還有人會搬進來 還有人會買房子 對不對 還是會去異動 還會增加 只會增加 我想應該不會減少 因為內地區 內地區 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 這個 生活機能 非常的好 而且 艦難也非常的多 房子 一間一間的蓋 一棟棟的蓋 大樓一棟棟的蓋 那個人呢 人口一直增加 到 105年1月 調查的結果 106年 應該要就學的 就已經超出 120人 請問 這要怎麼解決 跟一座報告 我們會建議說 是有轉介到內地國小 那內地國小 最高人數的時候 是90班 現在只有44班 那內地國小 離原生不遠 那現在的問題是 家長認為 原生國小是比較新 設備比較好 所以我們對內地國小 老校要 非常沒有同理心 如果今天你是 身為人家的父母 你的家就是在 學校的門口 你願意把你的孩子 送到隔了馬路 隔了平交道 到自立國小 到內定國小 到內立國小 你願意嗎 你為什麼沒有同理心 每一次問你這個問題 你都會說 我可以轉介到哪裡 轉介到 我也知道要轉介 如果每一個家長 都有說 如果沒有我去轉介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直接就把劃分掉就好了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是不是這樣子 這不能夠徹底解決 長年以來 這個原生國小 你應該很清楚 從開始到現在十幾年 沒有一年 這個學生不用轉出的 而且是節節高升 每年都很高 你每次都說 我轉介就好 上一次也跟一座一起去會看過 那個校園內還有一塊空間 勉強可以再增建一些教室 不過那會犧牲學校綠地的情況 非常的好 你也知道會犧牲到學生的這個 這個休閒運動的這個 另外一點 如果按照學生的人數的這個比例的空間 他可以用嗎 你有沒有去查 那一塊不可以用 可以去嗎 假設那塊地要蓋的話 那旁邊的日月光的那個 兒童公園還可以利用 兒童公園還可以的 那你有沒有去做 你沒去做嗎 那基本上 那我也給你建議過 旁邊是停車場 你說要做變更 變更雖然又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可以解決兩樣問題啊 為什麼 進隔工退科手 怎麼這樣 你也擔心說未來少子化 這個校舍會空下來 是不是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你也不想說 在那個停車場那邊 來做個規劃 說下面停車場 下面做一個校舍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 如果雖然那邊要做變更 需要一年的時間 可是絕對有開始就會有結果 對不對 你不去做 你做了那邊 如果萬一哪一天 哪一年真的少子化了 真的這個校舍空出來的 你還可以作為 這個分開來作用 還可以做社區大學啊 或者是這個老人大學 這些用途啊 這個社區可以來利用啊 是不是進隔工退科手 對不對 你只要把那個圍牆 這個把圍牆做起來 又不會影響到 裡面學生的這個 這個上課的行行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要去做呢 非要把這個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的 每一年每一年都累積同樣的問題 你知道這樣子造成多大的困擾嗎 跟譯作說明 那個停車場那邊也是一個選擇方案 不過按照目前來看的話 比較快的方式應該是 在學校裡面 在找剛剛我所講的那塊空間 來興建教室是比較快的 如果建築法規裡面 這個建築力容積力 包含這個 小朋友這個活動空間的 這個教育部的規定 活動空間的這個範圍的 可以做 我們也贊成 你要去查清楚 你不要只是想說 喔這個比較適合 那以後 你還有想到 如果真的 人如果真的在那邊蓋的話 你要用什麼方法 沒有關係 我只是給你建議 但是重點是要做而已 對不對 如果說萬一真的哪天少紙化的時候 把那個空間 騰出來給社區的時候 是不是又會影響到 影響到這個 這個學生的 這個學習環境 學習品質 那我會建議是說 進個空退個手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在停車場這邊 將來如果真的少紙化 我們只要 微強一格起來 這個地方就單獨做使用 是不是又不會浪費空間 不是很好嗎 我給你建議參考 我們也請學校提計畫 學校計畫都已經 1234方案都提出來了 都已經提出去了 你上次去看的時候 跟張雲比議員 我們都一起去看的時候 對不對 你都已經提出來了 那提出來了 還是放在那邊 跟內力國中的情形一樣 對不對 提出來你還是放那邊 這個 這還牽涉到建議部 你一點作為都沒有 這樣不行 是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還是涉及到 要多方面的考慮 那個如果原生 再繼續興建這個 新的校舍的話 那內力可能繼續會 學生會減少很多 你的學區劃分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是住的人在那邊 跟隔壁學校 又什麼關係 又不是那邊的 那邊的戶籍牽過來 不是嘛 那你當時劃分的時候 你如果擔心 擔心內力國小會沒有學生 當時劃分的時候 你就多劃一點過去嘛 對不對 你就多劃一點過去 大家就沒話講 我早期就被劃到了 我就沒話講 對不對 那你現在才跟我講說 我是在學區之內 你非要我把小孩子送到別的地方去 非要用擠壓性的想盡辦法 沒有來住兩年 沒有來買房子 都不可以讀 這不合理嘛 是不是 我們學區也會做一個調整 這個也是一個可以考量的 那當然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如果因應人口變化的話 在短期內在學校裡面 可以蓋的話 那是最快的方式 我希望您夠重視這個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 幾乎每一個會期都在討論 討論到 有些都在批評說 哎呀你這個議員 真的是一點心意都沒有 每天都在討論同樣問題 如果你能夠及時把問題解決掉 我們今天就不會受人家這樣的批評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 局長從現在開始 回去趕快搬一搬 這兩個學校 人家送來的計畫 學校送來的計畫 趕快拿出來看 不要把它壓在下面 當作沒有看到一樣 還說人家沒有送 這樣不對的啦 另外 新蘭國中 我現在問你 新蘭國中簽校 有沒有可能簽校 你告訴我 目前還在都市計畫階段 還是在都市計畫階段 對 這樣子啦 因為這個問題也是天天在問 你告訴我 你的七成 大概是否給予 這個 我們給予一些 老百姓一些期待 期待已久了 這個是 全中立區 這個位置 是最中心的一個位置 但是呢 這個 學校是 這個 學習環境是最差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 有沒有要簽校 我們的時間表 是在107年上半年會召開 協議架構會議 假設一切 最順利進行的話 107年喔 這都有107年 明天才106年 後年才100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呢 這個就要看內政部的 這個都省的結果 內政部 這個我們 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 讓他把這個 七成 拉近一點嗎 我們會去努力 好不好 我想你們都有很多的 推託支持 其實這個在現場 這個現政府時代 都已經到現場去會看過 當時那個用地 都已經去看過 換了改朝換代 換了你們之後 換了新政府之後 沒有延續 沒有繼續再做 經過我們 這個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來 你現在跟我講107年 這107年真的是 效率太差了一點 這個七成也真的是太遠了 我來說明一下 新南國中設效用地 是用區段徵收取得 那個A21站的都市計畫 內政部還沒有同意 那同意後 要辦區段徵收 取得效率就可以興建 取得效率後 兩年內完成興建 絕對沒問題 但是前面要取得效率 那我想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效率取得 是用區段徵收 假設我們用一般徵收 或找別的地方 那才有可能 所以所謂宣布設效 沒有取得效率 宣布也是沒有用 好 那我想 取得效率是我們政府的事情 我們要努力啊 對 所以目前卡在內政部 所以我為了這事情 還去拜訪內政部長 那麼也特別跟他們拜託說 A21站要盡快的來完成審議 我也相信市長 你是很急 你也很急 你也很重視教育 我相信 但是 這個問題被都市計劃卡住 是不應該 但是都市計劃審議的上位 是在內政部 好 那我想這 有我們政府有努力的空間 好不好 謝謝 我們盡快來努力 那如果有別的方案 如果可以都計確定後 有無可能先行取得效率 我們來研究 好 那我希望說到做到 好 這是一定要射效的 百分之百確定 好 謝謝 那另外 我想要請問那個市長 我們 那個 居然請坐 市長 非常高興 我們在天幕球場 尤其在內地 這個使用力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都在歐落 當然 我們也覺得說 魚有榮焉 這個在地的民意代表 能夠爭取到這樣的天幕球場 大家很開心 那我想 你也到了這個 什麼 森林公園那邊去 你也希望說 那邊能夠蓋個 天幕球場 對不對 對對 那當時在內地 還有一個新人 新人這個公園那邊 也是 我記得啦 也是有承諾說 那邊能夠蓋個 天幕球場 那因為 有些是軍方的這個用地 好 可能要這個 這些要一些什麼 雜像執照 可能無法取得 對不對 那 那你也說 我們自己解套了 這個 龍岡森林公園 它是我們的地 所以我們自己解套 那新人公園 我要來了解一下 那我想 我們都 它好像是代管而已 這個是OK啦 這個 為我們全體的市民 來爭取這些地方建設 讓他們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修行 使用空間 那我們解套 新人公園我想可以專案討論說 因為我知道那公園還蠻大的 對 那公園看似設置 如果能夠 免除雜照的這個規定的話 那是否能夠設置 天幕的活動場等等 就像中正公園一樣 那這個部分 我們來專案討論 好 謝謝市長 不過我想 你幫我們自己解套 說免雜像執照對不對 那這個方案 我們研究過是沒有問題 我要問的是說 你有沒有幫老百姓解套 解套什麼呢 我們屋頂漏水 要蓋這個遮雨棚 這個陽台要蓋這個遮陽棚 這些 你們每次都說 你想辦法去取得執照 那個有沒有辦法 也幫老百姓來解套一下 讓他們免拿這個雜像執照 也能夠讓他們方便 你看現在 違章建築的問題這麼多 實際上 他們不是真的要貪小朋友 說要這樣蓋下去 大根來用 只不過是很多真的是 老舊的房子 已經四十年五十年 是漏水不堪了 已經漏到不行了 才把它搭一個棚子上去 能夠遮風遮雨的 但是 常常一搭的時候 就來啊 違章建築 急報急差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他們解套啊 我認為自用型的 假的有公共安全疑慮 那麼 那當然我們不贊成 這是我們自用型的 對 無公安全疑慮的這種 要盡量寬容 坦白講 那因為這個問題 其實還蠻普遍的 所以我們有個分級 分類的處理原則 但是我們現在 有一條界線就是說 興建中急報急差 這條線我們沒有跨越 但如果說不是興建中的 自用型又無公安疑慮 其實我們在分類處理上是寬容的 市長沒錯 但是有沒有考到還有一個問題 很多 就是過去它已經蓋很久了 可是因為經過一個颱風 蓋了十年八年二十年 可是經過一個颱風 就把它吹壞了 吹壞之後 它是要修復 這個一修復 就變成急報急差啊 就是興建中啊 你們現在的是修復 就把它列為急報急差 那這個部分怎麼辦 這個類型我想可以請都發局來專案研究 就是說因為颱風或者是豪雨災損 那因此做必要性的修復 那可能會有違建 那這種情況該怎麼去處理會比較妥當 我請都發局來專案研究 好 我們當然啦 因為現在是我們碰到的現實問題 就是這樣 有這個我有看到過好幾件 對不對 太多了 不是好幾件是太多了 那我們專案來做處理 我們多久能夠知道這個結果 因為這個有涉及到 違建處理原則的問題 那這個類型的 這種所謂修散修復 那麼 是不是落在我們的優先處理項目 我想用分級分類的原則來處理 這個部分請都發局來研究 研究好一個方案以後 再跟議員來說明 好 我想市長 一向都非常體協這個民情的 民心的 我希望這是 這個經常性碰到的問題 那希望一併來做解決 好那 市長你也請坐 那個 觀光旅遊局 觀光局 我想 這個觀光的景點 我們 我們都一直在要推動這個觀光的景點 對不對 我想 我到很多這個觀光的景點 尤其有時候到那個登山步道 為什麼好像垃圾問題你們怎麼處理 我們在相關的入口處或是相關的地點 我們有設置這個垃圾 然後也有派專人去做清潔的動作 有嗎 我覺得很多地方 根本都沒有垃圾桶 我們就講百吉步道就好了 我去走過 全場大概應該要走 應該走40分鐘吧 差不多 我告訴你 從頭到尾 沒有看到一個垃圾桶 也沒有看到人去維護整潔環境清潔 那重點 那邊環境非常的好 大家走走走 有時候要喝個水 或是旁邊有人 有一些攤販在賣一些零食之類的 食物之類的 可是吃一吃 有功德性的人也是有 但是還是有些人 他也忘了嫌麻煩 就這樣直接往下一丟 對不對 那你們都沒看到 都沒看到這個垃圾在哪裡 可是如果你到下面去看的時候 這個垃圾不知道要撿幾頓 所以這樣的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 就是考慮說在各景點 尤其觀光景點也好 登山步道也好 能夠設置一些 跟當地地景相關的一些 看起來比較美觀一點 跟當地比較配合的一些 你是不是還做這樣的規劃 設置這些垃圾桶 是不是應該有這樣的規劃 這我們可以來檢討 那你光說推展觀光 大家來旅遊觀光 看到垃圾一地 這個東西隨手一丟 其實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有時候因為拿久了 不曉得要怎麼辦 後來在不知不覺中 垃圾的問題就產生了 那你是不是也要可以聘請一些 清潔人員去做一些 垃圾的資源回收 給他做分類 減少這些污染 這我們都可以來檢討 只是說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倡導 到這個景點去旅遊 或是登山步道 那個垃圾還是自己帶下來比較好 是沒有錯 我剛才說過了 有功得心的也很多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想說 這個減少這個不必要的 這個有點嫌麻煩 戴著戴著 很有可能 這個就是 其實我就有看到 講真的 但是我們也 不好意思剛才講的 愛你不會拚 但是我們政府要做這樣的一個引導 對不對 要做這樣的一個 設一兩個垃圾桶不會太困難 對不對 金費不是很多 為什麼不做呢 對不對 為什麼要變成人家隨手這個丟垃圾 這就變成會有一個污染的問題 對不對 這個我們可以來檢討 因為現在有一些登山步道 它是屬於私人的土地 所以在設置上確實是有一些困難 就算是私人的土地 大概你也可以 政府也可以去跟他溝通 對不對 那你來再走 你是幫他 對不對 他如果說人家丟了很多垃圾 在那邊他要去清理 他也很麻煩 那你為什麼不會去補導他呢 為什麼把這個責任丟給說 私人土地 登山的私人土地 大部分 大部分都是公家的比較多 私人大戰比較少 我想這個問題 你應該要來去做解決 好不好 不要想說 這個私人土地 這都騙人的 你可以補導他 人家更高興 你把他做好人要更高興 是不是這樣 是 好啦請坐 那個農業局 我想最後 我想這個 我請問一下 這個農博 105年實際的這個經費的執行 到現在是多少 你給我書面報告就好了 105年實際的這個經費執行 到目前為止 是這個 做了多少 發了多少 做你的報告嗎 那個給我書面報告就好了 那106年 107年 那你總共編列了多少的經費 總共編列了多少的經費 到底 到底你編列多少 然後整體的 預算的這個效益 那給我一個完整的一個書面報告 這個大家都很重視 這比燈會還要隆重 所花的這個經費 絕對不亞於這個我們的燈會 所以大家全民期待 也全民 大家都很重視 你這我簡單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在 這是我們台灣市的重大建設 我們已經奉農委會 我們已經跟市長去爭取了 今年的補助金會 就是大地工程的2500萬 另外就是在申請農村再生 我們大壓要再爭取大地工程 5000萬的補助款 我們今年我們有賤了 2000萬就是做我們規劃的統籌的金額 好 我們照顧在地的農民 這是在地的產業 我們農博在106年 將規劃三大七七塊分別呈現 好 局長你講到的重點 照顧在地的這個農產業 多元文化 這個是特別重要 所以我希望你 是在地的農業 我想這樣子啦 局長 一個禮拜之內 提供完整的書面計畫給我 好嗎 好不好 好 謝謝你 市長 市長這兩天 兩位副局長吵得沸沸揚揚 那我想上個會期 我不知道鄭義雄 到底他跟你是什麼關係 你認識他多久還是怎麼樣 他怎麼 我知道你應該是聘他為市政顧問 對不對 對 好 外面房間啊 都傳了傳了很多啦 那我不去討論啦 我不去討論 但是呢今天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想我也藉這機會說明 那麼其實公務員也好 非公務員也好 我想都要守住法律的分際 其實連結是公務員的這個本分 那我想不 任何人不能代表市長 也不能招搖撞騙 我想這是基本的 那這兩個案件喔 我們把所有的公文移送給檢調 跟連證署 那我們完整移送 那麼也呈現說喔 我們並沒有 並沒有受到影響 那個臨時工廠登記證 我們市政府是沒有核發 那幼稚園的部分 是依法裁罰了18萬 好 那但是因為現在案子還在偵辦中 有沒有送錢有沒有收錢 我們希望檢調能夠查清楚 那鄭義雄的部分 市政顧問雖然是無幾職 沒有職權 那我們一樣把他解職 那麼王允城副局長的部分 那麼我們把他調任為參議 這個非主管職 不過因為王允城本人他是事務官 那我也要藉這機會說明 不管政務官事務官都一樣 都需要守住法律的底線 市長我想喔 關於市政顧問的部分 上個會期我也跟你提到 市政顧問他 但是他應該是有他的特別的經驗 這個有一些才能 來提供讓我們這個 提供我們市政府一些地方的這個 他可以提供政策的建議 一些建議嘛對不對 但是我也跟你講啊 很多人家隨手一張這個市政顧問 他是拿著雞毛當令見 上個會期我就跟你提到這個問題了對不對 這個市政顧問人選要稍微篩選一下 是不是這樣子呢 你不能夠說我想要犯了什麼人犯了什麼 結果製造的困擾 你可以說推卸責任 你也沒辦法推卸責任 確實是你聘他的嘛對不對 現在問題來了 我想這只是個開始 所以我在想在市政顧問的部分 你的聘這個市政顧問的部分 要特別來審慎 這個會期上個會期我就跟市長提過了 那我想先來問題呈現出來了 好 我們會研究考慮 那個市政顧問任期到12月 我們在重聘的時候會研究考慮 要多加這個考慮一下 那你想當然發生問題就已經發生了 那在你們的這個新聞局的這個局長 處長是不是 你還在講說這個是歷任什麼 這個在什麼歷任現場時代的什麼 什麼吳智陽時代 我告訴你 過去他們沒有發生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我們市政府的期間發生的 不要再推脫了 不要再抗一抗一抗 對好不好 不對你就抗一抗三抗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人非聖嫌 都會犯錯 錯了我們要勇於面對 我們要面對問題來解決 不是來牽托發了一些聲明稿 這個是歷任幾個朝代的這個 如果你認為他這麼不知憂的話 在你上任的時候你就把它給換掉了 你也認為說他很自憂啊 所以你才會升他們當這個副局長 是不是這樣子啊 所以市長我要講的是說 事情發生我們不要去推脫 不要去抗一抗一抗 我們要面對問題 人沒有那個人沒有那個百分之百 沒錯啦 錯誤就是錯誤 該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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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早上我們輪到的議員 全部執行完畢 我們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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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